还从未见过造型如此独特的柴火灶 造型小巧 火力猛还不费柴 烟雾也少 这是一位拥有30年经验的老师傅研究出来的独特造型 内部结构非常巧妙 接下来一起看看它是如何制作的 首先用红砖水泥在地面器件一个圆形 铺设合砂 再倒上水泥砂浆涂抹均匀 随后把胶盆放在中间 沿着周围开始器件红砖 同时需要预留初天柴口的位置 接着用红砖垫一个支架 再盖上一块泡沫 再倒上水泥砂浆涂抹均匀 随后放上胶盆 开始器件第二层红砖 这时需要把烟囱的位置用红砖固定好 接着把泡沫去掉 在灶台底部铺设一层红泥 再放上几根钢筋作为落灰口 同时灶台的内部也要涂抹上红泥 这样才能使灶台更加耐用 为了增加牢固性天柴口的位置 也要用钢筋加固 接下来开始继续器件第三层红砖 再用水泥砂浆把红砖的缝隙填充平整 接下来按照灶台大小裁切一张铁板 再焊接两个把手 随后沿着铁板大小画好标记 用角磨机将多余的红砖切割下来 带水泥红泥全部固化后 把里面的红砖泡沫全部取出来 整个柴火灶就修建完成了 非常独特 体积小巧不占用地方而且烟雾少 烧水做饭火力非常猛 还能利用剩下的木炭进行烧烤 真是太实用了 有喜欢的老铁请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